這是酪梨女孩第一次出席活動 請大家偷偷打扣喔 等等見 嗨大家 今天呢 我只能說今天是一個大漫場 酪梨女孩今天很忙喔 酪梨女孩平常工作就是這麼滿 今天呢我等一下要跟小吳苦心 就是我的媽幾們 我的團員們一起參加活動 在那之前 我被他們規定要來製作 所以呢我現在要買跟他們一樣顏色的衣服 然後等一下買完之後 我再去參加活動 今天就是這麼忙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一天的日常到底在幹嘛 我只能說 女團不好當耶 會被打 有明星喔 哈哈哈哈哈 今天要找寶藍色的衣服 我就問寶藍色這個東西是有很好找的 你們是要穿同款嗎 我不同款但全部都要同色 而且不能有色差 就是要很接近的顏色 所以比如說呢 寶藍色就不能配牛仔那種淺色的 是很嚴格喔 OK 很嚴格的團體規定 經紀元不是應該幫你處理好這個嗎 為什麼是藝人自己來挑咧 因為我們今天本境被困扣 烙鱗女孩剛出道 要靠自己 還疊乾嗎 那女孩便宜又好用喔 可以多發我們嗎 欸好像是這件 好像是這件 這件要吃刺的 如果是的話就行 欸 就是這件 欸一點刺油很寶藍嗎 現在在為了找不到 正寶藍色而苦惱 欸 欸 我怕成為老鼠屎 你們知道嗎 他舞已經跳得不好了 所以 裝備要有 你知道嗎 就是至少 我的裝備看起來 是不能跟他們有過怕的 那他們都是有正寶藍色 我不能說 好的 大家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有呢 要試用Glassy的生態圈 這次試用的是耳機 上次在台中有試用到手錶嗎 這個是三星Glassy Plus 2 Pro的耳機 然後我現在已經戴在耳朵上面了 天啊 它非常抗躁 因為我現在感覺是 自己在裡面講話是有回音完全 你有一點聽不到外面的聲音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 進在我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因為我是一個還蠻喜歡聽音樂的人 就是如果我在一個人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通車啊 我都會蠻喜歡聽音樂的 然後我自己個人有蠻喜歡它一個點是 其實像AirPods Pro它的那個 是比較難塞的 但是它這個很好塞 就是因為我的耳朵是比較小的 但它塞了你們看 它不會掉 非常的穩 就它非常非常的 卡在你的耳朵裡面 但是也不會不舒服 好我現在準備來聽音樂 它的音質很好欸 它的那個環繞音響不會讓你覺得很嗡嗡叫 因為有一些環繞音響會讓你覺得好像 嗡嗡嗡有點不舒服 但那個完全不會欸 現在是在一個趕場的過程 所以我現在可以在車上聽個幾首歌 準備要去國動 我現在要去找校主 她是我們的造型師 她說我們要先集合完才能一起亮相 很明顯我們有 我們真的有病 是團長來了 我跟妳講 洛琳女馬第一次出國動欸 有齁有齁有亮 有亮有亮 我需要穿白色的長襪嗎還是不用 去看一下咧 可是現在廁所很多人 所以要去找店 因為那邊都是人 大部分都去塑化 在路邊穿白襪很荒唐 欸我顏色就贏了 我看別人都穿得 重點是我們一個人穿其實還好 但如果我們等一下三個在那裡 對 人家就會說 欸今天是寶藍色之夜嗎 我們跟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穿錯了 對他們穿錯了這樣 白紅了 他要去寫 我要去寫 你們很藍欸 各位離譜們 這是洛琳女排第一次出席活動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等等見喔 我們會接到越來越多品牌的 我們會加油的 加油 你看我們Jesco是寶藍色喔 對 請大家多多打call喔 等等見 大家好我們是洛琳女孩 Avokato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席活動喔 我們在Gentle Monster 那我們現在要好好繼續加油 希望之後可以成功出道喔 我們已經出道了 你們不是已經在香港出席了嗎 講一下心情 心情就是我覺得 就終於出道的感覺 就是很不錯 沒有 你看我的團員本是真的很時髦 其實他們是只有時髦兩個字 沒有其他的 我們剛剛也是很時髦 對 我們粉絲是離譜 我們見到兩個位離譜 對 其實後面很多 他們在抽號碼 跟公開出席活動的感覺是 我覺得還蠻 蠻得心應手的 可能天生是適合當愛動 謝謝大家收看 洛琳女孩第一次公開出席活動的小紀錄 我們現在結束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下個咕咕囉 大家晚安 這是我最後一個行程 然後我現在呢 今天穿的好像很HIT HOP喔 就要拍個穿搭照 然後我今天拍個穿搭照 然後等一下上去直播 就可以回家了 剛剛小編跟我說 這支手機它可以在全黑的地方 夜間模式 我本來是不太信 結果我剛剛拍出來 嚇到 超亮 我以為是白天欸 天啊 欸有了這個 完全不用怕眉光欸 下一支影片呢 我要挑戰全黑 室友考慮要把我關在密室 然後姿態嗎 我上次真的是在一個水溝邊 我連相機都拍不出來喔 人都是黑的 然後它看出來是全亮 超可怕 我還怕拍到什麼不該拍的 欸好恐怖喔 好啦 我現在要上去工作了 掰掰 好的 終於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但是這個行程是我今天最期待的行程 你要跟我寶貝一起工作啦 嗨大家好我是阿寶 欸不可能比我還漂亮 臉還幼小 欸 我今天很難得 你等一下在我們這邊工作室直播 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工作吧 就很正式的工作 對算是 算是 我們要一起來瑞告啊 然後等一下一起直播 欸我很期待 因為妳知道我完全沒有在緊張跟期待 我也是 因為以前直播壓力都會超大 很大 但是我想說喔 今天在工作在準備的時候 反正等一下愛麗絲來做 就大happy 這麼好看的人 大家追上一下看 謝謝 我也這樣子 叫你大家廣告 要吃 對啦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我們等一下直播說明 來瑞告吧 天佩樂還可以工作 有多人愛工作呢 平常我們的工作呢就是 有時候要直播你們知道了吧 大家有收看嗎 好啦 沒有就是妳知道 也是要自己 自己架設手機直播的喔 就真的女人最美麗到拍拍到眼的 妳是不是很久沒直播了 有點久了欸 會緊張嗎 好緊張喔 我發現 其實我原本 我之前有一陣子還蠻想直播 就如果大家認識我 應該有蠻多人是看我直播衣服 然後後來有一陣子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直播是可以跟大家互動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矛盾的人 就是會怕直播的時候沒有人看 什麼之類的 對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架好 通常我就是這樣架好我手機 然後就會開始播播播 耶 愛麗絲認識這麼多年第一次合起直播 真的 如果有人看男生 我不喜歡男生穿得很疲滑 很浮誇 然後什麼一大堆有個沒的 我喜歡男生穿這樣簡單乾淨 然後就是很素雅的顏色 就會讓我覺得天哪 這個男生好乾淨然後加分 因為平常都是我是這樣啊 因為平常都是我是這樣啊 平常都是我這樣 對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我也謝謝 掰掰 掰掰 收工啦 現在準備回家 剛剛直播非常順利 因為有神隊友幫忙就是不一樣 好的 欸我現在看一下現在幾點 欸 10點多了欸 重點是今天我完全沒有充電 它續航力會不會太好 它要38%欸 我本人的續航力 比這手機還低 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愛麗絲的續航力才會越來越長 下次見掰掰